大家好,我是苏小和 今天和大家讲讲什么呢 我们扯一扯最简单的话题 粮食 粮食是个很好的话题 此时此刻来说说粮食 真的是一个很应景的话题 我这几天我的频道下面 骂我的人多起来了 这就意味着母毛多起来了 从国内翻墙出来的 母毛还有少数几个 在国外生活的自干五 多起来了 我很高兴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话能被五毛听到 五毛他也是人 只要是人他还是有点常识的 只要是人他就怕饿肚子 只要是人吧 他就怕一个时代出现特别大的混乱 他自己作为一个五毛 他会当炮灰 他怕的 也不爱有 我不怕他怕 只要是人呢 我们这些人不断的去讲啊 不断的去说啊 说不定他哪一天他听进去了呢 听进去了以后 且不说他有什么观念的改变 有什么行为的改变 至少他可以把我的话听进去以后 可以保命了 不至于死去啊 毕竟他是人啊 是人我们叫怜悯啊 是吧 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讲 就是人是有罪的 但是罪不至于死啊 五毛他是一群有罪的人 是一群出卖良心的人 但是说实话是说 他的罪不至于让他死啊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去讲养粮食 让那些在国内的五毛听见 然后有所行动 学会保护自己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益处的事情吧 我在国内的时候 我的自媒体 微博啊 微信啊 没有被封杀的时候 有一堆的五毛 整天盯着我妈 指着我的名字吗 可能是有组织的行动吗 我记得有 特别有这个名字 我特别熟悉 一个呢 就是有一个叫做 熊脑 女儿的人 因为他的下面 一堆的五毛的 粉丝 只要他一开骂 他专门有时候开一个帖 发一条微博 然后下面 几千个人跟着骂 那就骂得一个惨 但是我无所谓的 我脸皮的这么厚 你爱骂不骂 我该说我说的 因为我真是 逮住我一骂好多年 我也不知道这个人是干嘛的 我也没去了解他 我琢磨着吧 这个人应该是一个五毛的小头目 可能自己是一个五毛公司的 专者中宣部的 骂人权的这么一个小老板什么的 或者是一个中存骨干什么的 反正下面有特别多的人 但是这个人呢 我看多了 我就会发现 这个人其实也没那么的恶心 他就是拿点工资 然后呢 组织的一批人 然后在那里狂骂 你说他有多坏呢 也不见得 毕竟是人嘛 这个时候我们要对他保持怜悯 所以我都不玩微博好几年了 而且他很聪明 我换了一个名字 甚至是用我家人的名字 在那里玩微博 马上又被他发现了 他说以我的经验 我可以迅速的得出一个结尾 这个人就是过去被封杀的 那个碎尔河 还有一个五毛也是 有叮嘱我骂了好多年 后来我把他拿黑了 但是这个熊老六 我是没拿黑他的 随便你骂 哎呀好玩 就当看笑话 还有一个人叫什么 叫向迪刚 也不知道是个什么人 好像挺恶心的一个人 长期逮着我骂 骂得挺难听的 所以我说这句话的意思是 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讨论一个粮食的问题 真的是 事关我们接下来的日子里 有没有可能 饿肚子的问题 有没有可能营养不良的问题 有没有可能发生饥荒的问题 有没有可能被饿死的问题 这是最危险的情况 就是被饿死了 饥荒或者说粮食 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一个 最主要的关心的话题 这不单单是我的一个个人的预测 也不是说我祖祖 中国接下来会出现多么大的事 而是我们从可靠的信息发现 中共最近在出口粮食 你看中共的事情 你一定要有一点点小小的机灵 它在出口粮食 我们知道国际粮农组织 联合国粮农组织 已经向全球发布公告 说这个五月份 全球的粮荒会出现 这可是国际粮农组织的 你要知道联合国的很多的机构 都是被土工收买的 都是帮土工说话的 最近出现了个很搞笑的事情 就是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 然后重新选举 居然把中国又选上去了 所以有人觉得这是一个开玩笑的事情 是一个国际笑话 就相当于一个地方有了巨大的火灾 然后我们去成立一个救活的委员会 结果发现那个纵火犯 是那个救活委员会的那个成员 而且是一个主要的成员 非常的荒诞 非常的搞笑 但这就是今天的现实 所以粮食也是这样子的 即便是这样的情况 国际粮工组织对全世界发布了一个警告 从5月份开始 粮食粮食会出现全球性的危机 粮荒会出现 希望各个国家提前做好准备 不要不至于饿死人 那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 而且中国是一个粮食产量不高的国家 尤其这些年大家都不怎么种粮食了 中国的粮食是大量从美国进口 从韩国进口 从泰国进口的这么一个国家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没有去想办法去储存粮食 没有去思考老百姓接下来的未来几个月 甚至一年之内有没有东西吃 而是出口粮食 出口到什么地方呢 那理所当然了 我们稍有记忆的人就知道出口到什么 非洲啊 非洲啊 纳美啊 反正就是穷国家吧 这说明什么呢 哎呀说明很多问题 首先说明第一 中国一定会出现大规模的粮荒 一定会出现大饥荒 这是毫无疑问的 为什么 每次中国政府可着劲 像所谓的第三世界 像所谓的贫穷的国家出口粮食的时候 中国国内一定出现大饥荒 这个共产党呢 是一个非常邪恶的机构 是一个非常 你看不懂的机构 就是越是中国有粮荒的时候 它越是要出口 为什么呀 我告诉你 其实说起来非常的简单 它就是要维护自己的一个面子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死要面子 活受罪的国家 但是活受罪是谁受罪呢 不是他们自个受罪 不是习近平 不是李克强 不是王岐山 他们受罪 但是更不是毛泽东受罪 他们之间有红烧肉赤 有三文鱼赤 有粮食赤 受罪的是老百姓 所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 他是死要面子 活受罪 谁死要面子 是共产党死要面子 细胞子死要面子 是谁受罪 谁活受罪 是中国的批民活受罪 所以它这么一个结构 那么就 它为了要面子 它就把粮食出口出去 给世界释放这种形象 我中国挺好 风景这边读好 没问题 我的国家的老百姓 这个粮食充足 所以你看这个农业部 各个的官员出来的 我们中国的粮食 有足够的储备 但是他们话里有话 我看有一个什么 司长说 中国的粮食有15天 可以确保 没问题 我心想你15天 没问题 那15天以后呢 当然有他的话 这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呢 就是这个死要面子 活受罪 最后是老百姓是受罪 所以越是看到 中共出口粮食 你越要知道 接下来的粮荒要出现了 那中国是一个 人口众多的国家 这么大一个国家 如果出现粮荒 那可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自为之 好自为之 而且我在这里说话 说什么 为什么商量 我要扯一通五毛呢 尤其是那些五毛 你们也是人 我知道你们现在慢慢 已经盯上 我在这个优管上的频道了 开始来骂了 那我说这些话 也是对你们有效 希望你们这个听见我的节目 你觉得有点道理的话 你觉得你接下来 你不想饿肚子的话 接下来你不想你的家人饿死 不想你自个儿饿死的话 你赶紧囤粮 重要的是说算 说三遍 囤粮囤粮囤粮 共产党新闻联播 人民日报 他越是说中国不缺粮食 那就越是要反向而动 越是要囤粮食 这是身为一个中国批民 一个最起码的生存的智慧 我昨天给我的家人打电话 我说你们要买点粮食 买点油 买点盐 买点可以储存的蔬菜 比如胡萝卜 萝卜 甚至在家里储存一点干菜 因为你没有蔬菜吃也不行 肉这个东西就不要储备了 因为你的冰箱也太小 而且储存不了多久 大米 面粉 油 盐 干菜 可以储存的蔬菜 胡萝卜 白萝卜 这些东西 红萝卜 这些东西 要多存存点 他们还一听你 为什么要储存 至于吗 我们整理挺好 没什么问题 大家都安安已经过日子 也不怎么出门 我也没跟他们多解释 我说你听我的 就听不听我那道道 反正我 别说我没告诉你 我听你的 你是个经济学家 我一定听你的 其实人跟经济学没毛关系 就是一个常识 五毛也是这样 所以接下来的大饥荒 你看着共产党的 一通神操作 一通你看不懂的操作 你知道接下来会出什么事 但是我今天想 就饥荒的问题 就粮食的问题 多说几句 说点理论 说点经济学的理论 这个经济学 一直有一个学派 叫福利经济学 或者叫贫穷经济学 就是他不是思考 经济怎么增长的 我们说经济学的 他的主要的目的是 财富的增长 亚朗斯密的国富论 他是讲一个国家的财富增长 但是亚朗斯密的国富论 他有一个 当他说到财富的时候 他有一个基本的前提 他说一个国家 如果变得很有钱 不是指国家的国库有钱 不是指一个国家 一个政府 他存了很多外汇储备 存了很多金和银 不是的 是指一个国家的老百姓 他有丰富的 可以消费的 日常的生活用品 说话来 简单说简单 现在就是 藏富于民吧 这个中国人有时候 有些老话说的 也有点对的 藏富于民 但是你想想 中国这么一个国家 什么时候 从秦朝开始到今天 哪个朝代是藏富于民的 所有的财富都藏 藏在皇帝的皇宫里面 今天的财富是藏在共产党的 一千多号人的海外账户里面 什么时候藏富于民啊 所以你知道一旦出现大饥荒 出现凉框的话 你是没钱的 所以后来出现了一个经济学的学派 叫做福利经济学 叫贫穷经济学 他是思考的不是说你的怎么赚钱 而是指一个国家 一个正常的国家 一个文明的国家 一个民主的国家 一个有着常识的国家 怎么确保你的公民 怎么确保你的老百姓 不至于饿死 不至于发生大饥荒 就是这么一个事 他不是为了让一个国家变得更好 他是为了不让一个国家变得更难 所以中国这样的国家 永远你记住 你思考中国问题 不是要思考中国怎么怎么好 而是要思考中国怎么怎么 不至于特别难 中国人生活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好 但是呢 我们希望自己能够幸运一点 能够生活在一个不那么坏的 不那么糟糕的 不那么难的时代 所以为什么今天有的人 会说邓小平时代稍微还可以 那不是一个很好的时代 但是他一定不是最坏的时代 一定不是最垃圾的时代 至少大家能够有个日子笨 能够做点事情 能够围保一个肚子 能够让中国人有饭吃 那可不就是邓小平 有的人说他两句好话吗 你看我这种 觉得邓小平是个大屠夫的 这种人有的是我也说邓小平的好话 是因为他基本解决了中国的饥荒问题 这就是所谓的最不坏的时代 这就是所谓的不至于那么烂的时代 所以印度有个经济学 叫阿曼加森我说过我说 这个人真的非常的重要 在经济学里面非常重要 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 我从小就是感觉到家里没什么粮食吃 虽然我们没有饿个肚子 但是家里面是粮食是不充裕的 而且生活质量很差 一年才吃两次肉 根本就谈不上生活质量 所以我爸1米76 我才1米7多一丁点 你想想我还没他个子高 为什么呀 因为我觉得他年轻的时候 十几岁的时候 几岁的时候 应该日子比我过得好 就是这样 但是我呢就是因为小时候营养不良 所以就长得不高 哥如果是现在我天天有牛肉 有三文鱼吃 那我一定会长得1米75 是没问题的 哎呀说多的都是类 这个阿玛利亚森他就研究的是什么东西呢 他研究的是一个国家 他的饥荒 他是表现为一种公共行为 所以他把饥荒细分成很多类 就什么叫饥荒 你得要搞清楚 什么叫饥荒 印度经常出现饥荒 印度也经常饿死人 但是真正的饥荒分很多档次 第一个档次呢 就是我们小时候的生活 就是家里每一顿都是有点饭吃 但是营养不良 没有良好的一种饮食结构 这是一比较高的标准 我们小时候就中国人所有的 就我这个年纪的 比我们小的我不知道 就我们这个年纪的 小时候都是度过了漫长的一种 营养不良的时代 我们都是营养不良 身体不好的 所以这是饥荒的第一个层次 第二个饥荒就是什么呢 第二个饥荒水平就是很多地方没有粮食 然后所有人都离开家乡 然后去迁徙 迁徙什么呢干嘛 就是乞讨 所以当一个国家出现了大量的乞丐的时候 这是一个有饥荒的时代 这就不是营养不良的问题的 因为那些乞丐这种 有的时候是上都没有下 经常没法按照饿肚子 甚至会死去 所以第三个阶段是什么呢 就是大面积的饿死 所以印度最高峰的时候 每年饿死200多人 200多万人啊 所以每年饿死200多万人 那中国就吓人了 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所谓三点自然灾害 三点大饥荒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自然灾害好吧 他饿死了8000万人 官方的公布的数据都是 3000多万人 4000万人 那我告诉你 接下来中国的行为 中国的良荒出现以后 又是这个惨剧 又是几千万人 几千万人的饿死 所以你要当你说饥荒的时候 你不是指你没饭吃 不是指你怎么着 他是分很多层次 所以不管你是听我节目的 不管你是五毛 你还是海外的我的朋友 我的粉丝 还是你是一个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一个中国人 当你听到饥荒这个词 你应该要分三个项度去理解它 首先你有没有可能出现营养不良的问题 营养不良的会生病 其次你有没有可能去乞讨 虽然你乞讨可以勉强活命 但是你的乞讨生活 已经完全是丧生了 你作为一个人的一个基本的尊严 第三你有没有可能饿死 有没有可能去啃树皮 有没有可能人吃人 有没有可能去吃观音土 都有可能的 所以阿玛迪埃森经过大量的研究 他就认为饥荒 它是一个公共行为 它不是一个个人的选择 不是的 它是一个公共行为 所谓公共行为就是由于政府 在公共政策的失误所导致的大饥荒 所以你看看今天的中国 明明知道全球的粮筐要出现 联合国粮农组织都发出了警告 可是你为什么还要出口呢 难道你中国老百姓不要饭吃吗 这就是公共行为的一种 公共管理政策的一种严重的犯罪 一种严重的失误 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刚才说了 他死要面子活受罪 共产党他在国际上 要他自己的那种所谓的光鲜的面子 但是谁来承担这样的罪恶呢 是中国的老百姓 所以中国老百姓在任何时候都是韭菜 你这么一分析你就明白了吧 真的非常的可怕 所以听了我的节目的人 当你听见我说饥荒的时候 你不要一惊一叉的至于吗 我看很多人在我下面留言 说这个姓苏的在那里夸大其次 在那里威严耸听了 在这里什么把中国说的一团契合夜 你干嘛呀 你想赚美国的狗粮吗 我告诉你美国人没有狗发狗粮 我就在那里做 我是个完全市场的行为 我赚了一张广告费不多 因为我刚开始做 我是基于一个对中国人的一个同情心 一个基本的怜悯之心 真的 因为我就这么过来的 我太知道一个人小时候成长的时候 他的营养不良 给他的医生所带来的巨大的伤害 我也知道一个人 他一旦变得乞丐以后 他是怎样的没有尊严 怎样的上顿不接下顿 我当然也知道一个人在没有粮食 没有饭吃以后 他表现出一种非常邪恶的行为 一种恐怖的行为 比如说以前大饥荒的时候 一个母亲没有饭吃 把自己的孩子都煮了吃 这种情况多 中国多的是 你去看那个新华社 有一个记者 就杨继神老师 他就做过这样的研究 非常真实 所以不要一听见我说大饥荒 马上就跳起来 就骂我 你可以骂 继续骂我 欢迎你骂 但是我希望你听见以后 你赶紧买点粮食 中国人不容易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罪 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勇气 去做正义的事情 每个人都叫明哲保身 每个人都不承认自己是这个恶的制度的一个建设者 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一个君子 每个人遇到不公平的事情都怪自己命不好 而从来不去反抗 每个人都是 想钻进共产党的体制 成为这个体制的一部分 然后驻驻为劣 我就没见过几个中国人 成年以后不想去当官的 不想去发财的 尤其是不想当官的 都想当官的 他当个村长 都比不当官好 所以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 每个人都是这个恶的制度的建设者 不是这个恶的制度的伤害者 在中国每个人都是做恶人 然后每个人都是被伤害者 所以中国是一个互害的游戏 在这个时候 当计划出现的时候 你去骂共产党是没用的 他也听不进去 而且他们已经形成了惯性 越是中国人没粮食吃的时候 越是中国人出现大饥荒的时候 共产党越会把粮食出口到国外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骂细胞子 是一个败家子 但是他有他形式的逻辑 他所思考的不是你老百姓有没有饭吃 你别被他什么春节去接人家的锅 看里面有没有馒头 有没有饺子吃 那是表演 你不要听他的 真正的好的政府 就是像美国政府一样 一旦面对全球性的 面对全国性的一个经济危机的时候 一旦很多人没有工资 没有收入的时候 政府他会免负 就会给他发钱 我昨天我昨天看见美国的一个照片 给一个政府派送的一个中餐 里面有牛排 有土豆 有沙拉 还有黄油 有知识 哎呀我觉得很好吃 每个家庭一分 这是政府做的事情 这是经济学传统里面的所谓的福利经济学做的事情 我们有时候说美国是一个资助比较的一个利益之上的国家 可是美国对他自己的国民那是好的不得了 那中国恰好相反 中国就是自己宁愿把钱撒给别人 一带一路 亚投行 现在又开始向非洲出口粮食 他老百姓的死活他根本不管 所以你这时候听听我的节目 是不是对你有好处呢 在海外的人 你一定要把我的一些经济学的见解 很简单的一些见解 我不可能说的太特别复杂 又说复杂就变成经济学的课堂了 我不想给大家上课 我只想说一些简单的常识 你至少可以给你的家人打的电话 让他们囤点粮食 赶紧的囤点粮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